打工人请戒掉你没用的羞耻心 这个现代人 普遍认为是一个对的 你不管对不对 首先这句话你理解了没有 哪一个是主意 我们一看前面的打工人是主意 现代人都是这样 肤浅 打工人不是人吗 人没有人格吗 如果是在古代 他后面那个羞耻心 是非常重要 一个人又知道 礼仪廉耻 不管是男是女 男人的就很宏大 女人的 就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现在人 走到 没有羞耻 不知脸 那这句话 你说放在现当代 好用吗 我们从大概十几年前 有一本书叫 富黑学 它叫后黑学 我说成富黑学 现在可能 还有些人 尤其一些 哪里的人 就不好 太讲了 太注重经济 利益 那么 肚子里 全是小散 为了利益 不择手的 心很熟 考虑自我自私 就这点小的东西 这就叫小人 你做一个人 没有人的人格 你永远 大人都当不上 更不要说 在家一行 天人 那无私 无我 无物 虚空 这才是修行的 最高的经典 该是谁的 就是谁 我只不过是一个过客 是我的 我用在事上 对的人 对的事 自缘减分就够了 那主语 是不是羞耻心的 也不是 那就很奇怪了 哪有 就是没用得 这三个字 你凡事没用的 就是当时 当地 当下这件事 当对你这个人 你再好 平时再好 这个时候 掉链子了 或者是这个时候 你平时的好 拿到这个时候 就不好 对于优点 变缺点 那什么叫优点 这就是 你一个人的 平时的习惯 特性 特点 用得对 才叫 好啊 它叫优点啊 这一个话题 就至少 干了两个话题 那真的 如果我们都强调到这 为什么 为什么还说一个打工人 是不是废话呢 其实也有一个相对层面 就打工人 就打工人 往我 面子上 很要面子 那面子 重不重要 有人说 不重要 那表面的话 人 不想就包袱 就跳起来 那年轻人 那不成熟 你看历史上 玩到现在 还记得的人 韩信 胯下之武 孤健 忍辱福重 那么 还有很多 孙万一啊 什么 你说那是富美而无 那是他们个人的